一名80岁老翁被这辆重达约1500多公斤的休旅车压住 目击民众被吓坏了 赶紧通报消防人员 消防人员抵达现场 看见车子前轮就压在老翁两腿之间 一只脚还卡在轮胎和围墙之间赶紧救援 一名消防人员整个人伸到车底拿着千斤顶抢救 一旁的消防人员赶紧指挥 就怕一个不小心让老翁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老翁全身胸部挫伤 腿部还有擦伤 但没有致命伤 关键就在这辆休旅车虽然重 但因为车身较高 人没遭车身撞击 休旅车的轮胎压迫人体面积小 减少了伤害 最后车门撞上围墙 阻止车子继续往后滑 三点加在一起 车主减回命 可能就是以后就是行车安全就是要注意 如果在一起拨到车底的话 下次要拉走大车 重回意外现场公寓地下停车场出口 这将近15度的斜坡 老翁当时被车跟墙壁卡在这出砖头旁 现场还遗留墙边脱落的砖头 80岁的老翁当时把车开出停车场 想换手给朋友开 车没停好往下滑 反而撵到自己卡在车底 还好捡回一蜜 雨季游存 记者黄志昌周世平新竹报道